各位觀眾,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股壇思見》 我是主持梁君宇,在我身邊有施永青先生 及施基金的基金經理李浩德 錄影時間是4月1日下午 港股突然反彈得非常之多 浩德,你怎樣看,可否先跟觀眾說一說 之前的暴跌或大波動暫時完結 今天,無論恆生指數或科技指數相關 反彈比較強 過去六個星期,在浪漏年回來後 整個市況,由於長息前,大家擔憂 令很多人對新經濟股的估值很害怕 大部份科技股新經濟股,都沒有運行一段時間 直至最近 第一,調整幅度很高 以大家最熟悉的,譬如騰鑫 香港已經是藍籌指數的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科技股 由高位都跌了兩、三成 再加上最小的那些,幅度更加誇張 所以,之前大家可能對股值的擔憂 隨著股價調整完之後 對部份的投資者,就會覺得有一定的吸引力 再加上,隔晚美股都見到一個形勢 不單單是港股 美股都見到,在這段時間 納斯達爾指數,之前都比較弱 大家都不停鬥沽科技股 所以,有一段時間,都是密極必反 現在,很多人都看得很淡 所以,你見到今次突然間反彈一下 其實,力度都比上中強 尤其是今日,其實是長假期之前 風伏假之前 其實大家本身就是… 都有點害怕 大家都希望,因為長假期很大一段時間發生的事情 大家無法立即可以有反應 所以,通常就會淡一點 但你見到今日反而,其實動力都很強 這個有沒有象徵意義呢 剛才David問,是否科技股調整 究竟一階段呢 我自己覺得,在2月份 其中一個最大的擔憂是甚麼呢 就是那些息向上 令到一些所謂增長股的股值,就會有影響 但你見到,一開始股市的走勢 和長息的關聯性比較高 你見到每一次,息一跳上去 股市的反應都很大 近期,某程度市場對於這件事 某程度已經消化了 我覺得,4月份 我自己判斷,有機會息口 沒有之前一段時間升得那麼急 最大的股售壓力,是昨晚出現了 如果大家記得 美國有部份的銀行 由於聯儲局,沒有再批准 將SLR一個計劃延期 所以,在過去一兩星期 很多銀行或金融機構 都被迫沽債券出現 令到息口,技術性地 就會變高了一點 如果正常化,可能息息在4月份會比較好 之前,一個比較大的股售壓力 暫時會停一停 施生在專欄,曾經計算過一條數 預計的10年息,已經有多少厘米 有些客戶隊都問我們 師先生會解釋一下,你如何看息口的變化 去到哪個水平,可能會停? 當然,這些是沒有一條formula 基本上影響息口的因素 一個就是,經濟增長夠不夠 為何利息跌? 基本上就是,做生意的人不容易賺錢 他借到的錢,拿去做生意 賺不到錢,又如何給息呢? 所以要利息上升,基礎就是經濟要好 現在,隨著疫情緩和,打防疫增 美國估計很快,三分之二的人都能打倒 變成經濟體反彈的多 經濟反彈,估計今年應該有6.5% 因為去年跌了 因為去年基礎,去年差 我知道基礎差,但也算是上升 這個時候,在比較差的基礎上 做生意容易賺到錢 容易賺到錢,會有傾向借錢做大生意 能夠付到的利息會增加 所以這個前提就是,經濟好 經濟好之後,再加上通脹 也提升高一點 這個造成利息 市場利息有機會上升的基礎 當然聯儲高現在的態度 2023年之後才會考慮加息 但市場可能倒進聯儲局 未必可以一意孤行 如果大環境變了之後 聯儲局也可能要跟進 這件事,我相信會造成市場上 有些人想賭一局 賭你 如果真的聯儲局說 不等2023年,提前在2022年 會考慮加息 對市場的衝擊都會很大 所以我當時預計,如果通脹都去到兩厘國外 利息是要被迫加上去 施生預計可能是兩厘左右 但浩德,剛才你提到市場對利息或場債息的負面消息 好像有些少少消化 你認為這段時間會不會是 投資者應該考慮,之前跌了很多科技股 我自己覺得 整個方向,雖然2、3月的利息 夾得比較快 我建業仍在升 昨天晚上,10年債息 但我覺得,大方向向上是正常 只不過是,過去一段時間 利率是不沉沉地低 正常化地,都是去到近年疫情之前的水平 我覺得,隨時世界慢慢回復正常 利率去到一個比較中性的水平,亦是合理 不過我覺得,這段時間 大家對通脹的擔憂 我覺得是有少少看得太大 近期你見到的物價上漲,都是因為短期的供求失衡 大家紮了一條運河 船價又向上升 我覺得,只要有幾個時間 在某程度,暫時看到的通脹壓力會適當消化 所以,我相信債息會慢慢上升 就不是假好發息,似乎沒有這樣的條件 我之前寫過一篇文章 關於加息對股市的影響 我認為股市一定會受利息影響 但有兩種不同的情況 一種就是經濟好,造成息口有機會上升 如果這種情況,可以同時對股市都有利 什麼時候會對股市不利? 經濟條件不配合,只不過通脹失控 聯儲局要不理經濟環境,都去加息 問題會大一點 現在應該是第一種情況 經濟好 經濟好本身都來股市 在這種情況下,我相信股市受加息的影響會少一點 因為它不是為了壓抑通脹 用行政手段,硬去干預市場造成 對股市的破壞力會比較少 雖然息口上升了 經濟環境又同時好了 那些公司做生意,一樣可以賺到錢 所以我認為 第一種情況會好一點 所以加息初期,股市有一個反應 但某些時候,大家覺得這種加息 不是破壞性那麼強 是市場的自然反應 可能股價受它的壓抑,已經不再明顯 如果這樣的情況 之後加息對股市的壓抑,就沒有前一階段 師先生意思是 判斷息口上升是經濟好,還是通脹 令到息口上升 剛才我們說了一些宏觀的事情 其實上星期 在週五,都發生了一些微觀上影響大事 有一隻韓國人主理的家族辦公室 師先生,我知道你投資不少對沖基金,或是相關的投資 你會否有份參與其中 沒有 有買到呢 可能我們這些世戶,對他們來說,他們不追求 你應該更清楚 這個基金,AUM,都很難 其實那間公司,中文我不會說英文的 應該叫做Archicles 就是一個韓國人主理 他的名字叫做彪框 大家現在回頭都知道 他是韓籍人 因為中國人有些人說他華裔 不是 我未能夠深究 不過,大家都當他是一個韓國人 因為我見他全公司都是韓國人 我都嘗試搜尋一下Boomberg 其實他和香港都是一些淵源 因為當年這個彪框的歷史很簡單 他當年是幫老虎基金,其中一個挺受重用的基金經理 老虎基金在2000年解散後 其實他有很多錢去到一些 所謂spin off的老虎子基金 其實當年在香港是有運作的 如果大家記得,早幾年 他和香港的監管機構有些爭執 公司曾經在內幕消息之下 他預先沽空一些預備做placement 應該是一些銀行股 因此,他將基金刪除 轉型成為一個家族基金 亦都回到美國 講回今次的事件 大家看到很多中概股 或者美國相關的媒體 Media Stock 其實跌得很厲害 市場現在的理解 因為他在過去幾天,不停被斬倉 斬倉的金額都大 好像以千億計 聽聞,如果成本寶計 包括長倉或短倉 是超過1000億美元 我理解是800多億Long 400多億Sort 自己的本金,都有成400億 當初有一半,聽聞是有自己的錢 但他的風格是比較進取的 現在流傳出來,好像做5-9倍槓桿 對我們一般,例如我自己也有一個對沖基金 其實一般對沖基金,很難做到這麼高的槓桿 很多投行,只要有足夠的生意 很多東西都變成隻銀開,隻銀閉 因為他有一個很大的背景 就是老虎基金的背景 跟他的尺寸,很大 去到1000億美元的生意額 其實他拿到少許生意 其實都已經對投行的利潤很高 他帶來這次損失,數以10億8億計 應該不止 現在暫時看到很多銀行都有所謂重招 其實是歐資行 認真說,歐資行最快、訂貨訂得最急的 應該是摩根斯丹尼和高雲 兩間都是美資的 所以事後,反而他們真正的直接輸出比較少 反過來,沖得比較慢 斬倉斬得慢 人詞那個 例如 Credit Suisse,甚至是Nomura Nomura都出了正式公告 星期一就已經出了 單單星期五晚,應該要有20億美元的損失 所以這件事 很久才能回顧 回顧剛才阿斯山的問題 為何大家不知道 其實他不是用基金的形式運作 是一個Family Office 所以他不需要公佈持股 很多時候都不公佈 而同時沒有一個單一的借貸者 借給他 其實是有很多投資銀行做的 所以變成有點像核子模仗 大家對整體的風險控制 其實就是 把握得不好 他同時光顧很多銀行 他的信用 反覆使用 借你拿著一張稅單,借還香港十幾間銀行 你當然借得多 不過現在當然香港銀行 大家可以檢查到你的信貸情況 可能在基金那裡 未必個個可以了解詳細情況 所以借完你,又借他 如果他借一間,可能沒事 例如剛才聽你說的四、五間 可能沽貨、銀行都不知道 對家仍然沽緊 正常對沖基金,你要投行借錢給你 其實你的貨都是要放在那裡 讓他們可以計算到相關的風險 第一,這輪市況跌得比較急 短時間之內 其實他們的借,受過損失比較大 一定都有不少中概股 你想想想 他能夠滾傳到這麼大的資產 其實他不可能是亂來的 不過可能今次就是一個比較大浪當中 其實剛好得到他的磁瘡 聽聞也是比較集中的 通常一碰到孖展 那些人不卸你,因為誰人錢,誰人欠多一點 所以要削下去 價錢一跌,越跌,越急 令到孖展暴露出來 其實浩德,這種基金長短倉和槓桿比較大 其實在對沖基金的行業裡,是否比較常見 近年其實少見了很多 在2008年之後,由於雷曼或Burston這件事之後 其實大部分投資銀行的槓桿水平 其實會有比較大的控制 一般,以了解 正常的對沖基金,可能你的槓桿水平去到三倍 已經是幾高 一般,超級大戶可能就特使特辦 通常都相信是,但比起以前2008年 其實就收斂了很多 三倍,差不多借了七成 也不是少的 一般股票經濟行,一倍都未必每個人借 看看你用什麼借 藍籌,通常都有三倍 但如果你說世界二、三線,一倍都很盡 所以現在比起當日,就收斂了很多 很多人都很關注,這次的事件是否會產生系統化的風險 跌完未呢?斬完倉未呢? 其實我自己覺得 第一,這些個別的基金,雖然好像很大 大家聽到,Lomura都要輸2億元 其實在整個行業當中,又不至於很大 而且不會有所謂火銷連環船 它是其中一個賭仔,賭輸了 就不是賭桌的裝輸了 所以你見到,尤其是比較重要的 譬如剛才說的美資銀行 其實它的損失是很小 不過提過的話,都見到有高手與低手的分別 高敏應該是第一個出來沽 上星期五,大家見到 即是說,有這麼多貨擱出門,都是由高敏出門 但到最後,其實它第一個就擱掉 所以它的損失都是比較低 所以,他們在投行當中,是比較大的原因之一 先生,你都投資了很多對沖基金 有沒有試過,投資類似比較高槓桿的對沖基金 對沖基金怎樣運作呢? 很多時,普通投資者蒙在鼓裡 是我們才做直播,了解這麼清楚 你給了錢,別人一個月發封新聞 給你,就算了 當然,它在Mandate 上都會說 它可否做槓桿,做多少槓桿都有限制 但具體操作,就不太清楚 希望這些個別事件,不會影響到剛剛反彈的大事 說完微觀,我們又再說宏觀 我錄影的時候,之前那晚 美國有一個消息,會增加美國基建 還要2萬億計 浩德斯先生,你怎樣看呢? 本身已經1.9萬億刺激經濟政策推出了 美國,哪有這麼多錢的基建 如果最新的消息,應該是昨天就出來了 1.9萬億,幾個禮拜前已經做了 其實很多錢都派出來了 已經派出來了 已經派出來了 有人簽四,人人都有份 派得很快 很快 我家人在那邊說,基本上派得很爽手 不一定是美國公民 有些侄子的同學,基本上純粹是留學生都可以收到 很明顯,1.9萬億派出來了 其實他們就是以速轉速決 希望派出來了,令經濟可以刺激一下 但昨天是星期三 他們出來了這個新的方案 其實是一個比較長期的刺激方案 大約現在的數字應該是兩萬三千多億 在不同的地方互用 有些可能是基建 有些可能是改變食水 互利人員等等 比較散一點,就不是直接派出錢 而似乎現在的方案就是 那些錢哪裡來呢 可能大家都流傳了一段時間 應該是透過加稅和防止大企業避稅這兩個方法 這兩個途徑就是結束 特朗普說減稅 減稅才會收多些錢 即是降低了利率 引導一些 本來在外面報稅的公司,回來美國報稅 現在就說加稅 都可以增加收入 因為有些經濟上的說法 你加了稅 就打擊了別人做生意的積極性 反而就 未必可以增加政府的收入 各有各的說法 但美國的經濟落後於形勢 即是很久沒有投資 投資不足 設備陳舊 其實已經說了很久 說要增加特朗普競選的時候 已經有說了 但實際上 做不到 特朗普還說拿去建圍牆 但實際上很多東西都要投資 美國基本上已經財赤很嚴重 你如何取得這麼多錢 究竟是政府去什麼 或者是鼓勵私人機構去做 如果你說要鼓勵私人機構投資 去收回錢 以前是推不動的 亦都是因為以前美國想盡量 利用市場經濟 利用企業去投資 才令到 基建 跟不上 現在要做最快的 當然就是 國家去做 但國家去做 變成了學大陸 社會主義經濟 如果你說 突然間加2萬3億 而是由政府出手 如果說 經濟上突然間政府出那麼多錢 去投入的市場 美國以前不適應這種做法 可能有什麼叫clouding effect 很多因素 會對市場產生影響 我相信 都是歷史上最大手奔這次 要看它究竟 政府做 怎樣做法 錢怎樣來 這件事都可以對整個投資市場 產生影響 對於投資市場當然是好事 政府扔錢下來 搞好基建 但是 又面對政府投了那麼多錢 是不是有合理回報 將來怎麼還 所以是一個 影響面很複雜 後果如何 各自要有所評估 如果你評估得準確 我相信 都可以 在投資市場 帶來一定的收益 所以聽到美國問題 比較多樣化 亦出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政策 如何影響市場 可能都要拭目以待 今集時間到此 下一集是 富置假期 希望股市都會好一點 不會延續第一季那麼大的波動 如果大家對C基金有興趣 記得去我們的網頁 或者YouTube Channel 看看我們的資訊 我們下集再見